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put your hand in mine 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walk with me this time 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promise you won't leave I'll never be lonely 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iel校長 今天帶大家去一個十分鐘就可以去到的楓葉林 在這裏休閒夜餐 休息兩三個小時 都不知多爽 附近更有超美的芦苇草 可以給你拍照打卡 我的潛網方法就是 在青馬收費廣場的巴士站下車 所有向東沖方向的車都可以在這裏有站落 現在我先要穿過隧道 過對面馬路 左手邊這裏有升降機 可以節省一點腳骨力 上了地面之後 在前面隧道口之前180度U-turn 之後沿著斜路一路向下走 這條是馬路來的 大家小心有車輛經過 之後穿過前面的圍欄 前面的馬路轉彎 大約再走多五分鐘 就可以去到楓葉林 走到這個分鈔路口位左轉 再繼續向前走 你會見到右手邊是機鐵的路軌 而左手邊這裏就已經是熊葉林了 開地圖 展示一條路線給大家看 紅色這條線就是我們剛剛走的路 輕輕鬆鬆十分鐘就來到這個楓葉林 拍攝當日是12月11號中午的時間 我買了一份墨仔帶了一塊地席 挑選了一個比較少人的位置 開始夜餐 這個欣澳楓葉林大約只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 栽種了大約有十幾棵的楓香樹 拍攝當日只有三分一的葉轉了紅色 其他都是微微發黃 假日黃昏的時候人流應該會再多一兩倍 現在我就離開楓樹林 帶大家去欣賞另外一個蘆葦草美景 綠藍色這條線走半小時就可以去到欣澳站 在上途紅色線咀這個地方有一片超美的蘆葦草 配搭這個位置拍出來的相片很有日系的感覺 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出發 我們先沿路返回一段 走回去剛才進來的路口位 就是這塊爛了欣澳牌的位置繼續向前直走 之後微微轉過彎就會見到一條彩色隧道 隧道的上方其實就是基鐵的路軌 所以我們一定要穿過這條隧道 才可以通回海邊再走回欣澳站那邊 看到這堆白色貨櫃就證明你沒有走錯了 過前面這個地盤我們馬上可以見到很漂亮的蘆葦草 大家拍照打卡之餘要小心車輛經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如果真的要拍照,一小時都拍不完 在這裏我們還要多走廿多分鐘才可以回到印度站 忘記提醒大家,這裏一些遮蔭的位置都沒有 所以建議大家都帶一把遮蔽來擋下太陽 差不多走到印度站的附近,你會見到海邊拍滿了私家車在野餐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對面的長索島玩一玩 但是今天我未做足功課,原來黃昏的時候,剛剛是水漲 會掩蓋了這個年島沙洲 今天唯有就和妹妹轉戰迪恩湖 就在前面的位置進去印度站,之後搭一個站去迪士尼 在整個印度站都不發現有飲料可以買到 直至要去到迪恩湖才有71元可以補給 等了十幾分鐘的列車,我們現在來到迪士尼站 直去的方向就是入迪士尼樂園 現在我們需要左轉去找巴士站 畫面在前面這個位置就是巴士站 但是班次很疏落,我們決定走過去迪恩湖 就在這個位置直走 一直向前走兩分鐘,過了的士站之後 就在這個大型停車場之前,右轉一路直走 走到前面現在這個位置,再前面有紅綠燈 之後接上這條大路走多15分鐘就可以到達迪恩湖 來到第一件事,當然是去七仔買點東西先喝 之後我們選擇沿著湖左手邊走 今天是星期六,人流都會比較多 之前我試過平日來大約只有五分之一的人 如果你想人流感覺少些,可以沿著湖邊走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在沿路兩旁野餐 所以你會感覺到大路那裡是超級多人 疫情之後,公園的草地都會放滿帳篷,這個已經是常態 如果假日想在迪恩湖有一個比較寧靜的環境 都是要走入少許近湖邊的地方 帶回地隻來野餐,都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走二十分鐘來到湖邊左手邊的盡頭位置 拍一拍之前走過的路給大家看 過了橋後,在黃昏邪陽江影射之下 這段路拍攝出來的畫面更加美 就是為何再開放啦 想要想要想要烈小臉 想要這樣 所謂要吃多久 以上,就在沿路中 又是希望可以沿路太陽 迪欣梅 總括來說,迪欣梅每個區域都有它的特色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一邊 主要是這邊人流少很多,空間感大很多 你可以自己一個家庭擁有一個空間 這裡有開派對的,有慶祝生日,有慶祝小朋友的畢業典禮 輕鬆走了一小時,體驗了假日的迪欣湖 人流就上可以接受 雖然有很多本地的團 但是只要你懂得找空間,一樣可以很寧靜 前面這兩個庭就是巴士站 也成為了本地團的上落客位 這裡有R8巴士可以出去迪士尼站和清馬收費廣場 轉其他巴士離開 在對上一條片,我呼籲過我留了一部航拍機 在這個芦苇草湖畔旁邊 我出了一條片,沒多久之後 有師兄聯絡我,收拾了一部航拍機 很快在第二天,我就拿回我的航拍機 在這裡,這機會要再次多謝這位師兄 還有關心我的觀眾 上面這段片,就是我遺失航拍機之前 7點半在大堂拍攝 當時的紅葉很漂亮,有不同的顏色 現在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間影片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就麻煩當手按個 Like 還有按下一個小鈴鐺,Subscribe我的頻道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